大家好,在春季的时候呢,很多花友都会扦插上一些蟹爪蓝 我自己也扦插了一些,这里的这一盆呢,就是一个扦插的蟹爪蓝 当初扦插的时候呢,是扦插了两截子一个叶片 现在呢,已经是长得挺高了的 那么我们在夏季之后养这个新扦插的蟹爪蓝呢 有几件事情一定要注意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养根工作 蟹爪蓝在扦插成活了之后,它的根性呢,还比较弱 就算是完全的长起来之后呢,它的根性也很弱机 那么在准备进入夏季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给这种新扦插的蟹爪蓝做一次养根的工作 如何给它做养根呢,直接在花盆里面撒上一些这个引钉耐蓝酸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针对根系的药物 我们撒到花盆里面之后呢,就能够起到强根撞根和活跃根系的作用了 撒到花盆里面 那么这个粉剂随着我们浇水就能够溶解到这个花盆里了 第二个要做的呢,就是尽量把它的这些新叶子给它栽一栽 因为现在的蟹爪蓝呢,准备要进入休眠了 这个气温已经很高了 如果再让它长出特别多的这种新叶子去消耗这个植株的养分的话 那么这个植株到后期就会长得比较差,因为它的养分流失太多了 那么像这种新长的,我们就给它栽掉就行了 那么已经长成形,长起来的,我们就留着 尽量把它这些新叶子掰掉一遍 那么等它这些养分积蓄起来 让它去度下,等到秋季之后再让它生长就可以了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水分的问题 在现在养蟹爪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水分的问题 不要让这个盆土长时间的积水和长时间的潮湿 特别容易导致它出现烂根的问题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